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叫今天凌晨 被连续震醒之后可能就再也睡不着了 今天凌晨地牛连续翻升 我们就来关注最有感的这一起 发生在凌晨2点21分 花莲近海发生了瑞士规模6.1的地震 地震震源深度24.9公里 同样属于极浅层地震 非常有感 我们就来关注到包括在花莲宜兰 南投台中桃竹苗一路到了新北市 都感受到了最大震度有四级 另外感受到三级震度也非常有感的 包括了在大台北 苗栗 东部地区的台东 彰化 云林跟嘉宜县市 那么后续自从这一起2点21分强震之后 后续又再发生了五起规模4到5的地震 那么第二大的一起发生在2点49分 规模也来到了5点8 震度一样来到4级 我们看到这是气象署最新的统计 从4月3号发生强震主震 一直截至到今天的清晨 总共主震加渔震已经超过了1300起 那么气象署表示 今天凌晨的地震都还是属于 4月3号的渔震系列 也提醒观众朋友 还是有渔震发生的可能 那么气象署同时提醒 这封面报道带来大雨 再加上渔震不断 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这周末不要前往山区 要留意自身的安全 那么这个渔震 至少气象署看起来 要至少维持3个月左右 才会比较平缓 我们接着来关注在周末天气部分 西南风持续影响 加上封面还在台湾上空 看到今天白天 雨量最大的热气 还是集中在中南部地区为主 到了下半天 这封面会逐渐的往北移动 所以到了今天入夜起到明天 北部地区的雨势 会比较明显一些 那么今天雨势集中在中南部 提醒中南部地区观众朋友 今天外出还是要 携带雨具 留意行车安全了 这雨淡还是很可能 突然狂降降下来 能见度比较低 特别注意行车安全 并且减速慢行了 今天各地都还是有下断阵阵雨 或是局部大雨的机会 提醒大家今天早晨 因为下雨的关系 所以在中南部出现了 比较低的温度 白天的温度落在21度上下左右 比北部还要低一些 离岛的温度也降到了20度以下 感受比较湿凉 也因为降雨的关系 今天全台空气品质 都达到了良好的等级 那么雨湿的部分 对比前两天 这个周末是趋缓很多了 但我们看到 过去48小时的累积雨量 这前五名全部都集中在高雄 高雄可以说是下到一片发红了 那么今天中南部的雨湿 比较趋缓了 但还是会持续 大家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去 那么这波封面将影响到明天星期天 那影响的程度自然是越来越小了 今天的降雨热区集中在西半部 白天雨量还是集中在中南部为主 那么到了晚上起 封面逐渐的往北移动 降雨热区您会发现 慢慢集中到中部以北 雨势到了今天入夜到明天 会比较明显一些 但各地的雨势都会慢慢的趋缓 天气最好的一天就落在下星期一 所以提醒大家这几天没有办法 洗衣晒背的话 可以把握下周一相对来说 水气是相对少比较干的 但是天气还是很不稳定 到了下周二风面又接近 下周三四又要开始下雨了 今天小丁宁特别提醒大家 雨震不断 在山区土时更容易松动 不要前往山区 今天各地还是有下雨机会 早晨时分比较凉 早起的观众朋友可以试试添加衣物 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本期节目